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女帝挫牛系的 时隔5年以15周年新专机的主打歌Forever王回归了 而回归不到几小时 就进入了美轮他版排行的29位 反应非常好 但是从二代开始饭韩圈的网友们应该知道 之前黑海事件开始 在饭圈非常有名的挫牛系的黑粉们 可能就是看不下 搜索公司都不一样的挫牛系的成员们 真的能完全体会归 甚至反应还这么好 所以就逼到择火入魔 到处在网络上抹黑 说从二代过气了 没有以前那么好的成绩 对,没听错 对出道15周年的一线女团说过气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二代新曲Forever王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超喜欢好脆泪 一开始觉得不怎么样 但是越听越觉得好听 站在不是粉丝的立场来说 歌曲不是有很强烈的感觉 但是又清凉又好听 然后苏西跟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相配了 包括主打歌专辑内的所有歌曲的歌词 都会给粉丝们一种 这个是那个意思吧 的感觉 根本就是为了粉丝们发表的专辑 从这系列都出到15年次了 还有这么多精神病黑粉 也真的太厉害了 个人活动成绩都非常卓越 加上15周年正规专辑完全铁 再加上这么有话题 难怪黑粉们会疯到这个程度 大家都是防腐剂颜值 我觉得歌曲很普通 但是MV很漂亮 历代主打歌中最不怎么样 之前因为苏西没有SM的感觉 所以很喜欢 但是这个很像是从工厂印出来的歌一样 本来还很期待15周年呢 这首歌如果不是索尼系列 而是其他女团的话 应该就进不了排行的 苏西能这样出来就已经很厉害了 台湾搜罗歌手活动 综艺节目固定班底 测原正在出演电视剧 劉娜出演冰猫子 也确定了下一部 下下一部剧 苏西游的电视剧8月播出 有利在于强一路拍戏 大家都这么忙还能配合行程 真的又神奇又觉得很厉害 什么呀 因为黑粉们太贬低 还以为成绩不好呢 十八挺好的啊 黑粉们做黑粉做了15年的话 也算是爱情了 就成人后立地成佛吧 立地成佛吧 说真的 管他什么反应不反应 能这样看到成员们一起站在舞台的样子 就已经很幸福了 不是吗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无珠索妞与哀哺的差异 同门师兄弟 同门师姐妹 无珠索妞与哀哺的差异 这个贴文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大家可以看到 端正的哀哺朋友们 与佳妖面临1700万颈椎手术的 无珠错鸟 QQ好可爱 1700万颈椎手术 QQQ 其实躺下对身体比较好 快躺下吧 好喜欢这两团 希望这两团都能继续大发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